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麥法蘭丁星MOTIVIRSE 查克史奈德之正義聯盟 超人經典版加黑衣版 閃電俠水行俠 查島正聯的最後一篇 這次介紹的超人Aquaman都是露臉頭雕 所以玩家評價上一定會出現兩極化 伊薩米勒版的閃電俠這次人氣本來就普普 關切度比較低 但這次的三隻排除頭雕的問題 在身體的製作上都有超水準的演出 加上便宜的價格 整體分數其實都在及格之上 所以我個人是給好評的 經典超人與黑衣超人內容物都一樣 包含本體 浮空支架一組與卡片 查島版雖然有描寫超人 為什麼最後要穿黑衣出戰 但不是觀眾所期待的黑化入魔之類的情境 反而偏向單純換個衣服心情好的噱頭 但就是給了玩具廠商換色兼用的機會 其實想想挺奸詐的 老麥這版亨利卡威爾超人 在身形塗裝細節都相當不錯 肌肉量十足體態也飽滿 有把超人的英勇威武表達到位 但相對的可動偏差 再來就是老麥目前的硬傷 頭雕表現仍然差強人意 而且兩隻除了換色之外 完全是一樣的東西 誠意缺了一點 雖然劇中亨利卡威爾的臉 因為修鬍子的關係 的確就是看起來很假的CG 皮膚光滑白嫩小白臉 但實際商品皮膚也這麼平滑 以男性角色來說就顯得不是很Man 突兀感很重 而面相方面也只有三成像 五官能大概看出演員輪廓 但整個骨骼的雕塑沒有很還原 表情也過於慈眉散目 讓擺幹架之事時很難符合情境 如果能再胸一點會更好 蠻可惜的 這隻的身體細節是真的屌到翻 電影裡戰衣那特殊的纖維質感 完全以雕刻的方式呈現 而且布滿全身沒有偷懶 拿在手上摸著表面那粗糙的纖維手感 非常令人身心愉悅 尤其胸口招牌標誌還原度非常高 這點加分 服裝的細部雕琢 金石到放大之後有密集恐懼症的玩家 可能會有不適的地步 可動分件也是沿著肌肉紋路做切割 所以體態沒有很重的分割感 當然相對的可動表現就比較差 屬於只能站直陳列的商品 披風表面也是有纖維質感的 而非單純一片亮面塑膠交叉 算是有用心 但跟電影裡比起來 份量跟飄逸感都明顯不足 這浮空支架是老賣 從DC Motivus系列之初 只要超人商品都會給一個 基本功能很陽春 就是夾在腰部 確保超人能以浮空姿態展示 但其他動態方面的效果就比較不髒 跟經典超人座比較 可以看出亨利卡維爾竟然高過了標準7吋超人 而體態方面比較符合真正人類的形象 而非漫畫那BMI值極端的肆無忌憚肌 當然服裝質感肯定是電影版大勝 閃電俠內容物包含本體 高速移動特效四組 底座與卡片各一 如果說雷廢雪是堵爛院線版第一人 那伊薩米勒肯定是排第二 查島正連可是完整的把閃電俠從速度快 超加速超越光速 最後扭轉時間那經典的能力升級過程完美的展示了一遍 完全足以讓閃電俠粉絲噴薑 結果在院線版裡被剪成的只能負責救人的仇角差別極大 當然這跟漫畫裡閃電俠既有印象差異極大的外裝甲 肯定是班艾弗列克幫他製作的 只差沒有披風而已 但老麥卻把這套裝甲製作的極為精湛 而且可動也是整系列最高的 當然各位也看到了 我這隻頭雕他媽是硬歪的 實際上這頭雕如果印刷正常表現不會差 畢竟只露眼睛 所以演員神韻有基本的水準 加上細節還不錯的閃電俠頭盔造型 整體的完成度算蠻高的 那我看國外開箱 這隻眼睛硬歪的也不少 算是蠻普遍出現的包 但這隻擺在盒子裡的時候就是側面站姿 不好確認頭雕的完整性 所以玩家在挑選時要格外注意 這套服裝在設計概念上是結合裝甲、運動、透氣等多功能戰衣 所以你會看到弱點部位有鋼板保護 類似鎖指甲不影響活動但有基本防禦力的設計 幫助肌肉拉伸的運動型彈簧等多種設定 雖然是在防禦、運動、科學方面都有做一定合理化的設計概念 但比較明顯的缺陷是裤當那塊紅色不是塑膠原色而是後來上色 所以跟豬肝色的裝甲有色差成了整隻最突兀的地方 手部依照肌肉部位做裂甲來達成防禦與運動肩背的細部設計 在雕膜時特別用心 所有版本的正連閃電俠就這版把這套裝甲的概念實體化得最鮮明 尤其閃電俠奔跑時候最重要的雙腿也是為了配合出力順著肌肉做裂甲 確保運動時不會受到裝甲的方案 但在容易受攻擊的部位尤其小腿外側仍然有裝甲保護 各方面都盡可能做到科學合理化 但是這個奔跑特效比較尷尬 實際上這四組特效是完全不同的模子非常用心 但裝在閃電俠身上卻裝不住 就算卡住了也呈現不出很好的速度感 算是目前閃電俠給的特效中最難用的一組 跟經典閃電俠比較外觀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電影版是比較符合現在運動科學以保護運動員為主的設計 漫畫版完全就是我身體超健壯超不壞的概念 Aquaman內容物包含本體 粗粗長長軟軟的棒子而三叉幾把 底座與卡片各一 因為個人電影真的很好看 所以算是目前混最好的DC英雄 傑森摩摩亞大鬍子形象雖然觀眾有包有扁 但以改編美麥角色刻板印象來說 電影版Aquaman絕對是很成功的案例 以往那金髮肯尼臉海超人形象擺到現在 是真的很難賣錢了 老麥這隻比較尷尬的地方是跟電影相比 不管頭雕還是裝甲都有蠻大的差異 更別提那軟爛智障的三叉幾 但實際這隻做的很有老麥風格 整體體態細節塗裝優異 頭雕不是很像但很帥 所以算是過關了 面相跟亨利卡維爾差不多都是三成生韻 大鬍子的優點是有效減少了演員辨識度的問題 但缺點就是看起來髒髒的 超人是太白Aquaman是太髒 但是飄漢的形象搭上魁梧的身形 整體是有加分的 而且這頭雕有個人風格之餘 的確也不算難看 情緒也到位 幹家不突兀 算是及格之上的表現 裝甲同樣也是誠意十足 民族風格的戰甲 各種魚鱗裝飾加上金色乾刷 搭上不到500塊的價錢 視覺滿足度很高 而且這隻有個蠻有趣的點 就是當部異常隆起 裡面可能是個小水族箱養了幾隻小魚吧 手腳細節同樣也不馬虎 浮雕刻線點滿 手腳的金色裝甲雖然有點浮誇 但其實還蠻帥的 而且這隻也同樣是軟硬塑膠 膠織的材質結構 外觀色澤看不出差異 但反而增加了可鬥 又是個小日本該好好學學 軟硬通吃的案例 三叉戟就真的是垃圾一般的存在 就算握把刻意做出 也還是掩飾不了軟爛的結論 而且讓武器的外觀更智障了 各種話舌天竹 三叉戟雖然說它這握把粗粗長長的 但是仍然是軟的 然後包含它這每一個尖刺都是軟的 所以這根三叉戟會被地吸引力影響的情況呢 是不只握把會軟 它的五根針子也都會往下軟很傻 本次的茶島陣連排排站 這樣比較下來超人就真的做太大隻了 站在老爺身邊直接升格情侶檔 然後閃電俠應該要比蝙蝠俠再矮一點的 理論上神力女超人是要沿用之前電影2的基礎版 但是那版頭雕體態都不怎麼樣 擺SHF或Mafix又顯得太小很不女權 所以Wonder Woman基本目前還是重缺的狀態 要看往後會不會有追加臉部印刷的新版本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那這隻跟蝙蝠俠一樣都有一個 就是腹部往前可動不好的問題 所以這隻也是動作比較生意 肩膀上台搭配上它的球關可動不錯 那整個手臂往前倒也沒有被它的胸肌卡的態勢 所以比想像中好 那這隻超人同樣也在這一個部分 留下了一個預留的凹痕 所以它整個手臂往前的可動 在這一個角度上會特別朝內 那這就是專門用來擺超人的一個 飛行姿勢用的一個可動性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同樣類轉輪 脖子同樣二重球關 前後轉頭扭頭 那有瞳孔的頭雕呢 在擺動作上它就比較吃一個脖子的可動性 那整體來說的表現是OK的 包含一個飛行動作的一個脖子上仰的角度都OK 腹部是二重關節 但是往前的可動極弱 往後其實也沒有太好 轉腰扭腰 整個腹部的一個可動都還蠻死硬的 然後最重要是它這邊外觀 它這一個很容易露線 所以你在腹部往後搬的時候 就會露出一個它內構的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外觀 寬部致四關節單向前開 平面旋轉 內褲是軟的 但可動表現也沒有很好 大腿上抬 你如果維持這一個90度的往上抬 可動大概只有到這樣 那你如果要再往上轉也是可以 但是整個腿的角度就會跑掉 有個討厭的地方就是你在極限掰它寬不可動的時候 會把它的這個軟內褲掰出一個白痕 主要是因為它的這個內褲設計的很厚 所以雖然是軟的但沒有到非常的軟 所以你只要一大腿上抬就會在這邊造成一個 明顯的類似損傷一般的白痕 黑板也會有同樣的情況也是會有白痕 那這個痕跡出現的其實就沒有救了 所以在這一方面要注意 膝蓋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的話在一定角度之下 差不多到這樣還勉強轉得動 再往上就轉不動了 腳踝內轉輪前後旋轉接地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接地沒問題 高貴之主要礙於它寬部的可動不夠 披風是軟直的 閃電俠畢竟是著重於一個奔跑動作 所以它的可動性比剛才的超人還好一點 肩膀上台沒問題 然後它的這一個肩膀球關的一個可動性比同系列都還大 整個往前因為它這邊剛好留了一個凹痕 所以往前的可動也不錯 上臂平面迴旋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內轉輪 脖子二重球關前後轉頭扭頭 它脖子往前的一個中二角度不太夠 所以這支會有一個比較朝正面偏上看的一個視線 所以從下方看的時候眼睛是對不到腳的 這一點算是比較可惜 那它寬部這個紅色有色差的這一塊零件 是一個非常巨大而且還蠻軟的阿嬤大內褲 所以腹部二重關節前後轉腰扭腰就還比想像中好 尤其大腿上台的可動很優異 整個腿可以超過90度 而且因為這大內褲夠軟的關係 所以在可動上也不會像剛才超人有出現白化或者是變形的問題 寬部同樣前開平面迴旋 膝蓋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在可動到上台到極限的情況之下也同樣能轉動 腳踝類轉輪前後旋轉接地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高跪姿標準還蠻感動的 AQUAMAN看外觀好像可動悲劇 其實比想像中好 包含它的這個肩胛手甲然後整個胸甲寬部 然後這一個部分全部都是軟的 肩膀上台這個肩胛直接會讓位 肩膀球關 那往前的可動當然就會被它的胸肌給卡住 那這一個肩胛設計軟質的好處就是你整個手臂上台的時候 它都會跟著讓位 而且它還會蠻貼合手臂的一個可動 還不錯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另外就是它這個手甲也有一節可以轉動的機制 所以你如果轉到往下的話 那可動還可以再高一點 手腕同樣是類轉輪 但是會被它這個手甲給遮住 所以可動上比較沒這麼顯眼 脖子的話稍微會被它這頭髮給阻礙 前後轉頭扭頭 但是這隻AQUAMAN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眼神就是稍微往下看的 再加上它往前脖子的可動性夠大 所以它整個中二的一個視角是夠用的 所以對於肉臉角色來說 這一隻的一個脖子可動也過關 腹部它是設定這個胸甲 跟它的這個寬部都是軟的 但可動相對上倒沒有比較好 前後轉腰扭腰沒有到很靈活 寬部單向前開平面迴旋 大腿上台可動還不錯 它這一包這麼大一包 倒沒有影響到它寬部的可動 膝蓋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靈活 腳踝內轉輪前後旋轉接地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 高貴姿的話它寬部的可動是夠 但是它的這一個大腿跟小腿的長度不合比例 所以會比較歪一點 結論還是再一次強調 麥法蘭系列就是大隻的一千塊小隻的五百收 別把它當成一隻兩三千塊的小加質器日本商品做比較 而且美系玩具的收藏原則是擺均融 而非單隻單隻的欣賞 這次老麥還很巧妙的避開女角太醜的問題 所以以樹大辨識美的角度來看 這波我是推薦的 而細部包含Darkside有沒有穿衣服 超人經典跟黑衣 背面鋼果頭雕版本就是看玩家自己的選擇 接著是中秋連假 放假回來又要面對那生產力已經明顯不足 但還是持續打中臉充胖子的日本最大玩具公司了 想到就煩躁 以上就是本隻麥法蘭DC Motivus 查克史奈德正義聯盟超人 閃電俠水行俠的介紹 詳細的通訊說明請點擊下方的通訊網址 喜歡阿姆維德文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德恩巨布 阿姆維德恩巨布 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掰掰 阿姆維德文章 又會 ! 阿姆維德文章 ? 喔! 哪! 哪! 阿姆維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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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